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最近在全球非常火爆的是阿富汗变天的话题 那我想跟观众 你要不要先趁这个机会 跟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专长 您的背景 让大家多了解一下你 我其实专长没有太多 主要是研究中亚国际关系 然后如果更窄一点 我主要是研究新疆维吾的民族主义问题 那当然中国不是这样看这个问题 中国把它当成是一个恐怖主义问题 在思考 跟我们今天谈的问题 也会有一些相关 阿富汗土耳其 如果讲到为我的武装分子 那他们当然在这些地方 都在存在着也流窜着 所以这也是我研究的一个焦点吧 那我之前在香港工作的时间比较久 在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出海学院都在教书 2019年那个反送中的运动之后 然后香港的这个情势改变得非常快 没错 论论收得很紧 然后学校就开始对喜欢乱讲话的老师就开始 不是我不觉得乱讲话 他们觉得我乱讲话 开始点名 然后希望你就是资能而退 然后合约到了 希望你走 不然希望把你的薪水减低 或者让你就是给你小鞋穿 那当然就是了不起不干 然后就就离开了 嗯 没错啊 这个香港国安法 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 香港真的是整个情势 是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这个您的讲法 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明镜里面 讨论过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香港情势 从这个过去这一两年来啊 所以其实下次谈到香港 我想我也可以再找时间的请教你一下 不过今天我们把重点放在阿富汗 阿富汗变天啊 这个改朝换代 塔利班又回来了啊 这个美军撤离的情况 情况那么样仓皇 那么样的毫无秩序啊 在全球引起很大的关注 等一下会我们再谈一下 不过一开始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接管 塔利班接管了阿富汗之后 到底是不是能够带来 带给阿富汗和平或者稳定 或者是说塔利班到底他的承诺 可不可以信 按照你研究中亚 那么多年来你觉得整个情勢发展 塔利班怎么样让外界能够相信 他会对阿富汗带来改变 他的承诺是不是真的如之可信 如果从过去差不多40年的经验 来看的话 塔利班从我们从外面的角度来看 从或者西方世界的角度来看 从一个世俗化的社会角度来看 他们讲的话当然不可信了 而且这个不可信是完全不可信 完全不可信 如果除非他们今天突然 不是过去那种 可是看不出来他们不是过去的那种 那种组织形态 不是那样的那种信仰理念 过去40年的经验 其实塔利班在伊斯兰的社会 在穆斯林的社会里面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如果你看过去200多年 将近300年的这个 从欧洲发展出来的这个帝国主义 向海外扩张这个殖民史的话 你如果不讨论东亚或者非洲 或者你讨论穆斯林的社会 那个奥图曼土耳其帝国的那个瓦解之后 穆斯林社会它受到的 他们从他们社会内部来看 他们受到的屈辱 绝对不会比现在北京讲的 说所谓的中国受到的屈辱少 然后过去300年 基本上这个屈辱是没有办法扭转的 一直到1960年代 1960年代那不算是扭转 只是用石油石油危机 然后要了一点钱 然后说石油不卖给你 其实后来它也是 这个不是扭转 只是纯粹是一个经济 还有一个贸易勒索的问题 那真正伊斯坦社会 开始觉得情势开始扭转 在过去的40年或者最多50年 有三次的经验 那塔利班是非常重要 第一个经验就是 伊朗的那个科梅尼的革命 不过科梅尼的革命 那个是那个是什叶教派的 他不是主流派 他主要是托斯人的 不过他总而言之 他还是还是穆斯林 他是伊斯坦社会重要组成一份子 第一次有人敢站起来 跟美国说不完了 还把仁慈截止起来 尽管美国也做了各种的 那个制裁惩罚等等等等 一直到一直到现在没有改变 那到了后来 这个是第一波 第二波就是80年代 就是苏联红军进军阿富汗 苏联进军阿富汗 打了差不多10年了 整个80年代都在打仗 在阿富汗打仗 然后开始有反抗军出现 在阿富汗本里 其实那些反抗军 也就现在塔利班的前身 还有北方联盟 各种不同的派系军阀 西方国家都参与在里面 美国是主要的一个 而且80年代美国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好 中国还帮助美国 中情局还在新疆设站 设监听站 像透过瓦汉走廊 就是中国新疆连接阿富汗 那个狭窄的一个在高原上的一个 一个怎么讲 狭谷 向阿富汗反抗军输送武器 这个是我 清儿 我当年做田野的时候 那个人还在 那个人在瑞典 他当时是新疆和田的一个安全厅 还是公安厅的厅长 后来他跑到瑞典去了 他当年就在巴林代负责这个事务 他顾了 他自己讲 我不知道有没有夸大 他顾了两 那时候在夏天的时候 那个走廊只有夏天可以 冬天就全部冰封 根本没办法走路 没有办法 所以夏天的时候呢 他把南疆收了200多头的毛驴 收了200多头毛驴 背那些轻武器啊 就是所谓的那个步枪啊 子弹啊 手榴弹啊 那些迫及炮啊 这些这些东西 同瓦汉走廊就是联络好之后 他们还不接触 联络好之后就把那个 女子从上面上面往下赶 然后那边就直接接收武器 然后那个武器是美军的武器 透过中国向阿富汗输送给所谓的一般的反抗军 那反抗军很多派系当时塔利班也是很重要的一支 那最后1980年代末的时候 苏联红军打不下去说撤退了 撤退了 整个当然美国认为说他们支持的反抗军打胜了 可是从穆斯林的社会来讲 这是第二次穆斯林有能力 透过自己的人自己的武力去打垮 另外一个世界的强权 那个就叫做苏联 那这个甚至影响到苏联后来 那个整个在90年代的解体瓦解掉 然后90年代的时候那更更更浓了 那个他们就执掌 这个就是塔利班 我们讲的塔利班的经验 他们开始握有阿富汗的政权 握有阿富汗政权之后 他就开始用他的自己的理想来做很多的事情 当然他打那个苏联红军的这个战争的这一次的时候 有很多的外国战士参战 就是后来我们讲到的基地组织 宾拉登什么都来了 就在这个地方 那打赢这场战之后 整个穆斯林社会都说 这个是第二次成功反而成功 而且这次是逊尼派 这次是主流的教派打赢了 所以伊斯兰站起来了 他们用阿富汗作为一个典范 要向全球发动圣战 他们的教育里面还讨论很多圣战的概念 因为过去圣战的概念 讨论的都是说 我们去打击旁边那个信仰不存正的那些政权 基本上我们讲的都是附近的邻居 那些敌人 其实就是阿拉伯人互相 跟顶多加上突厥人打来打去 在附近 可是到了这个阿富汗战争 就是苏联入侵战争 那战争成功了之后 他们说我们的圣战 不是只是打旁边的这些 这些信仰不存的人 我们真的要打的是异教徒 而且是异教徒的老大 这个才是后来911爆发的这个背景 然后他们就开始设计了各种的攻击 各种攻击 一直当然911是最大的一个引起注意 其实不是只有911的这次恐怖攻击而已 那那次之后他们就是 当然就是把纽约华府飞机撞进去了一些之后 然后美国又重新出来 就是发动了整个全球反恐战 然后第一个目标就是阿富汗 当然阿富汗的塔里班跟美国的正规的部队作战 他们当然是以卵及时吧 那美军在小布希的那个时候 阿富汗的战争可能三个月就打完了吧 事实上地面作战三到六个月就结束了 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拖了20年 那就拖了20年 拖了20年之后 问题是塔里班他也就撑了20年打游击战 从被打的垮垮的已经溃不成军 慢慢又重新组织起来 到现在为止他们又站起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在穆斯林社会现在在讨论的是 其实这不是欧美社会主流媒体或主流舆论讨论 他们认为这是第三次 第三次穆斯林有机会向全世界最强的那个 那个国家那个政权进行挑战 而且还挑战成功了 他认为美国失败了 而且美国这次撤退的那个景象 在穆斯林的那个社会眼睛来看 这个简直就是溃不成军 没错 我们等一下可以稍微谈一下 如果按照您这样干的 这样子那么详细的解说 你觉得这次塔利班或者是说 他们怎么样向全世界传达最主要的讯息 尤其这次等于第三次 第三次等于回来 那你觉得如果像塔利班怎么样跟现在的阿富汗人民 有怎么样能够融合 因为毕竟他之前有红军 苏联红军 后来又十年 现在又美军的二十年 塔利班怎么样跟自己阿富汗的人民相融合 不会融合 他要那些人 你要转成他们所谓的那种穆斯林的信仰 他们现在唯一给大家的一个错觉 我觉得是错觉 就是他比较会用媒体的宣传战 他在过去二十年 他不是只有在打仗而已 他也看到伊斯兰国的兴起 他也看到社交媒体的有用 中间还有加上莫地花的革命 他知道媒体的重要性 他知道怎么样塑造国际舆论 国际形象 让大家觉得好像有一个感觉说 这批人好像跟过去不一样 其实一点都没有不一样 如果真的有不一样 只是媒体他宣传的能力加强 他知道国际社会可能想听什么话 然后他讲的话模拟两可 那其他东西他全部都割不断 他绝对会全部都回来 如果这个其实也不要多久 再过一两年 大家就可以看到真实的情形 那当然还有一个变数 除了宗教 宗教其实不是一个变数 宗教他们还是会用原来那一套来管理 还有一个变数 就是到底能不能取得经济资源 来帮助阿富汗进行重建 然后要有效率的重建 美国不是没有投入资源 美国投入非常多的资源 可是那个效果不脏 效果不脏也不是 也不是美国政府 就是做的不好 而是他们没有办法 让他们的效果脏起来 这个签证 我曾经在美国访谈过 智库的一个人 他在1990年代的末期就讨论 因为那个时候是延续 那个苏联的那个红军作战 美国要怎么帮阿富汗政府 重建阿富汗 让阿富汗不要就是 我们到这样打完了就不管 那当然他的话简直就是 唐币党局就是基本上 华府那个时候 90年代觉得阿富汗不是一个问题 到91之后 这个看法被提出来 欧巴马曾经想做 可是就是做不出来 欧巴马知道 欧巴马征军征兵 他想要透过大军 然后把他一般给扫荡干净 如果能扫荡干净的话 他们就要推这个东西 这个计划叫做新思路计划 New Silk Road Project Hillary Clinton在他跟 Donald Trump选总统的时候 他曾经还提再提这个New Silk Road Project 就是Hillary没有当选 所以这个东西 也就结束了 可是欧巴马那时候做 其实已经做不下去 他希望把这个塔利班给 好好的消灭之后 他来推行这个新思路计划 其实 其实换个角度来讲 很简单 就是把现在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 那个中巴经济楼延伸到阿富汗 那就是新思路计划 当时就是想把中亚的那个能源资源 不管是瓦斯或者天然气 或者其他的东西 往南送从印度洋出海 那阿富汗呢 就会得利于这个输送的这个过程 然后进行贸易 进行基础建设 然后得到一些关税 得到一些自给自足的经费 那很重要就是要造桥铺路啊 做基础建设 那美军曾经尝试 那个有数字的 我一直记不起那个数字 造了短短的一段路 他有预算说 我要花多少钱去造这个路 可是路造起来一个月之后 就被塔利班拿火箭拿东西给炸烂了 所以基本上他就做不起来 并不是说他没有想法 他有想法 可是你一边做人家一边破坏 那你不可能说一边做 还要派军队守着那条路 那条路如果有 有两千公里的话 你要派多少军队才能守住那条路 根本是更大的开销 那是完全不符合经济效益的 所以新思路计划就胎死腹中 重建阿富汗就根本就是做不下去 那如果在说塔利班这次执政之后 有任何的政权能够帮助他重新重建的话 那可能这个社会可能会发展到另外一种情势 否则的话他经济不重建 那原来的那种透过宗教 透过某种强制的手法管制这个社会的这个这个结构 跟这个手段还是会持续下去 没错这个拜登总统也提到了 美国总统拜登也提到了 这个美国从来就不想要参与 也没有想要参与阿富汗的国家建设 不过从您现在刚才的这样一件议题 我们延伸到下一个议题 就是说到底这个阿富汗这个变天之后 我想对美国对中国的影响都很大 那个美国勾勤布林肯跟这个国安顾问苏利本 都都都谈话了 那当然很多谈话 但其中有一个重点一个动作 就是说 布林肯也跟这个中国外长王毅 这个通了个电话 那当然外面所知道的讯息有限 他们两个通话内容 只是说希望在寻求阿富汗的这个和平跟稳定 你觉得为什么在这个节骨夜 布林肯要跟王毅通过电话 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就很 在这个后面的阴谋 就猜测就很多 如果撇除掉很大的阴谋的话 很多的阴谋论已经出来了 如果不讨论那些阴谋的话 如果平心而论的话 当然他希望说中国或者是 那个地缘政治上那边重要的强权 包括俄罗斯 甚至包括土耳其跟伊朗 能够扮演一定的角色 在阿富汗的这个这个政权持续发展 塔里班的政权持续发展的这个过程里面 那当然中国相对是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那个一带一路的那个 经济资源是投下去的 而且中巴经济走廊是已经做了很多 结果中巴经济走廊也产生了很多问题 不过中巴经济走廊 中国一直讲是是一带一路的一个旗舰的计划 旗舰版的计划 他的确投了很多的计划 他把这个当成是一个试验的一个计划 那中国是不是要把中巴经济走廊拉到阿富汗呢 其实我觉得中国是犹豫的 因为根本不需要阿富汗 美国的新思路那个时候是讲是从 是为了重建阿富汗 真的是重建阿富汗要把中亚阿富汗跟巴基斯坦跟印度拉在一起 那从90年代后半期就开始讨论的东西 那可是中国这个中巴经济走廊根本不需要拉中亚 中亚有另外一条那个一带一路的线 那阿富汗根本原来没有包含在里面 那拉进去阿富汗顶多是多了成本 那是不是有效益 这个对北京来讲 这个当然经济效益绝对可能有没有那么高 是值得考虑的值得怀疑的 那政治效益当然是北京要想的一个问题 所以北京一直在玩弄这个政治效益的这个部分 在那个王毅前一个多月 接见了那个阿富汗的二号人物在天津访问 基本上是在在那个美国的那个助理国务卿访问 那个前后的时候 对做了这样的事情 那王毅他的考虑应该不是只是重建 重建他可能是一个诱因吧 他也跟塔利班政权等于是讲得很清楚了 那塔利班政权给他回的话 也是非常的就是很外交的辞令 说我们不会容许在阿富汗的领土上 去有任何侵略中国 国境的这些势力存在 那问题是这些 这些势力就在那里 那中国说 中国基本想的就是我们来交换吧 因为讲那些空话 再讲一个例子吧 我做田野的例子 在所谓的思路上面 就是从中国西北一直连到阿拉伯世界 经过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中亚 这个上面人讲话 其实他们他们要面子的程度 比所谓中国人要面子的程度 或韩国人要面子的程度 要高上可能一百倍 换句话讲 中国人已经很要面子了 他们更要面子 要面子的情况之下就是说谎 就是当着你的面子的时候 我什么都好 我会猜想你的意思 然后去说附和你的话 可实际上呢 我说好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不会实现的 要实现的 要很多很多的前提 可那些前提 我不会讨论的 所以在我做田野的时候 遇到很多的这种困难 就是大家说好了 以后其实再也找不到他们的人 因为那个都是当时 一直讲的那个 现在是不是视讯有点问题 那可能那个网络视讯 没关系 我们可能稍微等一下 那可能马上会连线上来 不过刚才这个 斯博士也提到了 提到了这一次这个 布林肯跟王毅通电话的主要目的 那中国有中国的考量 到底中国的考量会是怎么样呢 等一下我们等这个 网络这个回来之后呢 我倒是想请教一下 斯博士到底中国为什么 对这一次这个美军撤离 阿富汗之后呢 到底中国怎么样 跟阿富汗进行合作 或是怎么样的态度 或是怎么介入呢 他可能是不是 为什么中国到目前为止 有点这个 不能讲欲据还原啊 也不能说是他不愿意 但是他之前在塔利班 整个全面的收回阿富汗之前啊 这个他在天津 那么样的公开的这个 会见塔利班第二号人物 这是也是比较罕见的 以往我想 中国跟塔利班也有所结束 但是这一次那么公开化 王毅在天津 尤其在美国副国务卿 雪尔曼这个到访天津之后呢 那么样的公开接见 这个塔利班的这个领导人物之一啊 那这个动作本身就代表 某种某种意涵啊 我希望这个斯博士 等一下回来之后 我能够跟他 来继续请教一下 为什么中国的态度会比较 感觉上是比较紧正的 不会那么样的 好像感觉很积极 贸然的想要参与 所谓的阿富汗事务啊 所以看看是不是 斯博士在那边网路 是不是能够回来 我先在线上在线上 OK好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为什么中国这一次 对阿富汗这个情势 好像感觉 我刚才提到了 跟观众提到 是他感觉有点比较谨慎一点 没有那么样的公开话 虽然他之前在塔利班 全民接管这个阿富汗之前 也见了在天津见的这个 塔利班第二号人物 但是为什么整个形势发展到现在 中共反而态度非常谨慎 中国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应该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吧 OK 他唯一知道的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概念 就是拉了一个敌人的朋友 看看能不能够背抗那个美国 因为中美的关系 现在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那中国当然也有实际关系的问题 不是说中国去进行 帮阿富汗进行重建 是完全不可能的 可是重建计划的那个细节内容 到底是什么 可能有几个原则要把握 可是按照那个原则 要设计出来一个重建的内容 中国应该还是 还是没有完全的把握的 但那个内容有没有设计出来 也不知道 毕竟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公开 首先一个 当然他知道美国新十路计划 是一个失败的一个计划 因为主要问题就是 你在重建的时候 有人跟你破坏 那塔里班政权 他名义上 他已经到了喀布尔 他可不可以 他是一个中央政权 可是他能不能够管得住 他底下各方派系 各方军阀的势力 如果中国投入建设的时候 会不会也做了一下 就被人家打一下 然后做了一下 这个谁能给保证呢 那如果塔里班的 这个卡布尔的政权 没有办法给保证的话 或者将来出了问题的话 不可能开始做了之后出问题 那就很难堪了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要得到很确切的承诺 而且那个承诺是能够落实的 怎么落实 他当然是北京要跟卡布尔 去谈那个细节 第二个 你重建出来的东西 当然美国当时是说 自由贸易的精神 那个新思路有很多是很理想的 中亚拉到印度洋的这条线 中国不见得会这么理想 他中巴经济走廊是很重要的 可是阿富汗那条线是临时 现在要面对要弄出来的 那首先中国必须要掌控所有可以 如果有这个计划的话 从他所有的那个 握有那个实质的经营的权利 那怎么样跟那个塔利班的政权 达成一个协议 我想是也是困难的 而且那个很多的 第三个就是 如果那开始做了 可是有人开始捣乱 有人破坏 那时候解放军要怎么办 要进去吗 那当然从现在角度 北京的底线就是 绝对不能让解放军 进到阿富汗 那帝国的坟墓 进去的话 苏联红军没好下场 美国的那个军队也没有好下场 解放军凭什么觉得自己会有好下场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地方等于是 如临三冤如履 薄冰不知道怎么办 第四个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也是实质的 需要面对问 尽管那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不是那么重要 可是中国媒体 把它讲的是非常重要 也就是维吾尔的那个武装分子 他们讲的所谓的东途 东途伊斯兰运动 或者叫东途伊斯兰岛 联合国在两个月前 一个多月前了 六月 一个多月前的一个 那个联合国安理会的 那个 Sensual Monitoring Team 那个制裁监测小组 出了他们 他们不定期会出这个调查报告 关于联合国制裁的 他出了一个阿富汗的那个调查报告 他里面讲的很清楚 所谓的维吾尔的武装分子 或东伊运或东土党的这些人 大概有多少人 大概几百人到一千两千人之多 那主要聚集的地方 在巴达山那个省份 巴达山其实就是靠近 塔吉克斯坦的中国的那个边界 那主要他们合作的对象 都是跟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据点 当然还有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据点 叫伊斯兰国呼罗三省 一些据点在那边活动 那事实上我个人掌握的消息 其实也还不止 那个原来阿富汗政府军台没有垮台的时候 北方联盟里面也有一些维吾尔的战士 那个那个北方联盟的那个原来那个副总统 那个元帅那个 呃达斯顿呃元帅 他现在呃跑到呃逃亡到乌兹别克斯坦去了 他首相那时候已经也有一些维吾尔战士 其实维吾尔语跟乌兹别克语两个语言 基本上是相通的 嗯 有点像那个北京话跟台湾的国语差不多 两个语言基本上90%都是一样的 所以乌兹别克跟那个维吾尔 那个是史达林民族识别的时候 呃制造出来的两个民族 这两个民族根本就是几乎就是一个民族吧 如果你从语言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那这里面也有 那所以基本上阿富汗境内还有一些维吾尔战士 那中国把它称为叫东伊运 当然联合国也还是用东伊运这个名称 嗯 那这些人有没有能力对中国呃呃 造成一些造成一些骚扰或破坏 两方面来讲可能有 第一个就是中国如果要在阿富汗境内推这个重建计划的话 他们一定会不高兴了 嗯 那那他们呃 卡里班政权是不是可以把他们压下去 这个是有问题的呃 第二个就是他们有没有能力呃 进入中国的新疆进行一些攻击 呃 我个人觉得现在是没有能力 他们没有办法跟军作战 呃 不过这些人有时候作战不是说你有没有能力 是你想不想 那这些人如果是抱持了说 我就是要报杀父之仇 我要报什么呃 什么各种的仇恨 嗯 我就是不要命的那那那你你没有办法阻止不要命的人去打仗 他就是准备去战死的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呃 呃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 那呃呃 塔里班政权能不能够帮助像 巴基斯坦是帮助中国在逮捕在捉拿这些微卧服装分子 嗯 塔里班呃接掌卡布尔之后 等他过一段时间他如果真的能全面执政的话 他会不会配合呃北京做这样的事情 只是因为北京提出一些利益交换 怎么跟穆斯林兄弟交代这个是很很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那就到时候当然我不能说他一定不会做呃那个取得政权之后是不是还有那种斗志那要呃有待观察了 嗯 不过我们提到了这个 因为我之前在这个节目之前我也访问了清华大学副教授 方天是提到了这个阿富汗的变天之后 其实印度也蛮紧张 因为现在受到印巴的问题 那我想先谈就是说阿富汗你觉得哈 您个人觉得阿富汗这个变天 对整个中亚形势的改变 除了刚才您提到很多中国的中国的因素之外 俄罗斯啊 还有这个伊朗这个这个态度会怎么样 那当然也牵涉到所谓的蓝亚形势 蓝亚形势现在印巴的问题啊 跟别人谈一下 其实中亚国家是很担心的 而且中亚国家其实也就是在最近嘛 因为阿富汗也就是最近这几个礼拜发生了 这个卡布尔这么快就就失守了 本来觉得阿富汗政府可以撑一阵子的 没想到他撑没有两个礼拜就就完蛋了 然后中亚的那些研究者还有智库的学者 我上个礼拜还在跟几个人在聊天 他们觉得这个看起来就像一个阴谋 这个简直太不真实了 怎么一戏之间 等于一戏之间两个礼拜不到 从那个美军撤退 然后说他们开始打 还在一直讲好听的话 塔里班在国际媒体上 然后大概11天还12天吧 卡布尔就就就下来 卡布尔就被拿下了 中亚那些学者说 这个是应该是美国人安排的一个阴谋吧 其实这些国家第三世界的就是比较不民主的 或者还没有那么发展 他们这个阴谋论是非常非常 非常兴盛的 他们认为说这是美国的一个阴谋 根本不是要把 这是他们猜测 他们认为说 美国在当年可以三个月之内就把他们拿下 那为什么可以11天就让一个 他们自己扶植的政权让对方拿下 当然美国可能不是阴谋 可能是换了总统 可能换了执政者 可能等等或者有什么疏失 可是我不能说他们讲的没有道理 这是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这个way of thinking 他们的那个思考方式 他说这根本是一个美国阴谋 所以他们很担心 他们到底为什么美国要帮助塔利班 在11天或者12天之内就取得政权 这是他们的直接想法 直接的他们就会想到说 那他们的安全会不会受到威胁 塔利班会不会向北扩张 他们考虑的反而能不能安全的 其实他们考虑不了 那要看俄罗斯的那个企图 俄罗斯当然也担心了问题 所以俄罗斯也跟塔利班 其实他也邀请塔利班的 那个二号人物 三号人物常常去莫斯科 对没错 基本上就是教书告诉他们说 你们不要往中亚过来 中亚是俄罗斯的后花园 是俄罗斯的军事上 还是俄罗斯的地盘 可经济上可能已经不是了 可军事上还是 所以你不要往北做任何扩张的想法 甚至不要让中亚的那些圣战士 就是当年去全世界各地 打仗的那些圣战士 这些外国战士 包括塔吉克人 包括哈萨克人 乌兹别克人 乌兹别克成员 有个乌兹别克伊斯坦运动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织 然后还包括车臣人 不要让那些人通过国跑回来 其实态度跟中国北京差不多的意思 就是说你让他们待在那里 我已经我没有办法讲什么 因为在你的领土上面 可是你不要鼓励他们 往我们这边流动 那就不客气了 而这些人事实上 他们都有这个企图要往北走 而讲另外一个故事田野 一个日本的朋友 他家在长期是望族做医生的 他年轻的时候 因为觉得实在人生没有理想 他在车臣跟莫斯科打仗的时候 他跑去车臣 认识了一些车臣的 比较激进的穆斯林 后来他曾经在2014年到17年之间 那时候是伊斯兰国在叙利亚 伊拉克特别兴盛的时候 他曾经三进三出伊斯兰国 我在东京认识他 那当然有日本的记者 头被伊斯兰国的士兵给割下来 没错 那他有他的讲法 他说跟日本政府的态度 有一些关系了 不过他说 我问他三进三出伊斯兰国 为什么他的头都没有事情了 这么顺利要进就进 要出就出 他说那个地方就是 就是军阀割据派系领异 他说他跟那些车臣的穆斯林 车臣的武装战士 他们从车臣跑到伊斯兰国去打仗 现在又流到阿富汗去了 他在在伊拉克打仗的时候 他就直接去找他们 他们说这个是我的兄弟 谁都不敢动他 谁都不敢 可是他不能够跑到别的地方去 他如果离开了那个车臣 武装战士的地盘的话 他头当然也会随时被被人家割掉 或者被绑架 或者乐俗 所以阿富汗现在里面的势力很多 那些人到最后 会不会听卡布尔的话说 就是你叫我不要北上中亚就不要了 你叫我不要去新疆就不要了 那我为什么不要 我跟着你打这个全球胜仗的理想 你叫我不做就不做了 因为你在卡布尔取得政权 这个这个还有很大的争议 这个可能要再过一阵子才看得出来 端倪可不可以把这些人平息一下 不过你刚才提到就是说 那些所谓的这种圣战士 或者是被外界所 define的那些分子 他们为什么 因为阿富汗这些塔利班整个政权 这个重新变天之后 他们为什么一直持续想要往北发展 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经济资源 还是扩展所谓伊斯兰教的地盘 这是一个理想吧 不能说是地盘 他要让他们旁边的这些同伴们 这些跟他们一起奋斗的人 把他们的理想传播到他们的家乡去 这个精神其实我们在所谓 现代社会人很难理解 我们现在太理想了 因为我们可能读了书 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社会价值工作的伦理 我们他们没有 美军也常常抱怨说 他们那些阿富汗的那些军人 他们训练出来 那个他们大致不是几个 常常讲道理也听不懂 那其实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的 他们讲的就是一些很奇怪的理想 那个情绪重于重于所谓理性思考 所以你把那个理想讲出来 那个好像就是一个招牌 你说有这些理想人就不会做坏事吗 也不是的 就是他们也会犯错 可是这个理想是绝对不能够阻挡的 那你说扩张地盘 他不是这样想扩张地盘 他是想说我把这理想宣扬出去 我们可以做好 我们打赢了苏联红军 我们打赢了美国的军队 我们现在又又要起来了 我们为什么我们天下无敌 他们是这样思考 当然他们不是天下无敌的 可是他们是思考 他们是天下无敌的 OK 那提到这个除了中国跟俄罗斯之外 伊朗 伊朗最近的关系跟中国也有所接触 那俄罗斯跟伊朗本来关系就蛮密切了 那刚才我自然提到了这个印度 其实印度在过去美军 在阿富汗这20年当中 印度也投资的非常多在阿富汗身上 所以他跟伊朗之间也是有一种很微妙的关系 因为中间又讲了一个巴基斯坦 那你觉得伊朗在这整个事情 在阿富汗变天之后 中国跟俄罗斯的 还有美国的势力的一双消长之外 伊朗又有什么样的角色可以扮演 伊朗当然有一些角色可以扮演 其实我应该这样讲 主要的角色还是要中国跟俄罗斯来扮演 而且中国扮演的主要是经济的那一部分 俄罗斯扮演的是那个政治军事的那个那一方面 那印度可以扮演的角色其实已经有限了 真的很有限 因为还有巴基斯坦的问题 那伊朗能够扮演的角色其实也有限 它能影响的人也很少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包括土耳其也曾经想要 也想要扮演一些角色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如果中国跟俄罗斯决定要怎么做 他们都只有配合的 配合的那个角色可以扮演 实际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说塔里班会不会跟伊朗进行合作 短期来看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不太可能的 因为那个理想是不一样的 理想是不一样的 尽管他们都对美国不友善 可是那个教派的差别是很很大 塔里班曾经把那个 什叶派的那个信徒 那个塔吉克斯坦 其实也是波士人的后代 那个阿富汗境内也有一部分的人 最近被抓起来的那个军阀 在希腊抓起来的那个地方 也就是当年把那个 那个大佛给炸掉的那个地方 那地方是主要是波士人的后代的局主 阿富汗基本上是认为那一批波士人的后代 也不是异教徒 他们是所谓的伊斯马裔教派 伊斯马裔教派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 那所以基本上他要跟伊朗合作 其实困难是蛮多的 OK 而原来的阿富汗政府倒有一点合作的可能 不过那个阿富汗政府已经烟消云散了 嗯 不过接下来这个你刚才提到了美军啊 这个彻底可能是阴谋 这个议题我就想跟你稍微 再深谈讨一下 美军能够三个月拿下阿富汗 然后又11天这个彻底溃败 而且离开了这个仓皇思逃 毫无秩序 他的这个阿富汗人民攀爬在美军 这个运输机上面的进口 已经取代了 上世纪70年代的西贡的这个 美军撤退的这种非常难堪的这种问题 然后现在很多媒体在讲说那 这是不是中美之间又是另外一个 这个转折点是不是又是东升西降了 当然这是很多媒体各方面解读 每个都不一样 你觉得这是美军 你刚才一提到这种阴谋论 但是你可能跟一些同业之间 一些同学者之间的聊天 那你觉得这种美军这次会 那么样的撤退那么仓皇 为什么 我也搞不懂 老实讲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知道阿富汗政府军是 是真的没有战力 我相信美军 他是不想战呢 还是说他根本就没战力 因为我看最近视频里面 全部美军给阿富汗政府军的这种 这个资源 全部现在都被归这个塔利班所接管 其实一句话讲就讲清楚了 阿富汗的政府军不知为何而战 OK 我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呢 对 那个塔利班是很恶劣的一群人 是敌人 可是问题是我 我为什么要打他呢 当这个有一些 有一些是战术上面的问题 有一些是理想上的问题 战术上的问题 我觉得那个错误就是 美国人可能要美军要富起来 或许美军讲的话 那个 现在的拜登总统也不听 或者国家安全部分也不听 所以变成这么难看 那我相信美军里面一定有人了解 阿富汗的政府军过去 号称有30万大军 大家很多人吃空缺了 什么 那好歹算算杂牌军也可以冲20万 20万过去20万军队 塔利班在弱的时候 塔利班的军队是 是根本就像土匪强盗 就是美军那时候设计 就是以赢的单位 一赢大概有三个连到四个连 三个连四个连也都有三四百人 以三四百人住守一个地方 那塔利班能够攻击他们都是用连做单位 或者用牌做单位 如果连跟牌的话就是几十个人 几十个人就跑去说我们去打这个银 把这个银打了 我们就可以抢一些武器 抢一些补给等等等等 可是你一用这种游击战法去打那个银 你毕竟寡不敌重嘛 就是尽管那个重也不是很强 可是可以撑个几天是没有问题 撑几天呢就会有美军的那个海军陆战队 或者是阿富汗的那个精略的突击部队 透过空中的武力来支援 那反而就可以锁定 尽管那个塔利班是少少的几十个人 就可以锁定这批人一起全盘殲灭 那是欧巴马那时候做的一些战术 想要把这些人透过这种 所以阿富汗军队基本上是个耳 它不是一个战力 它是个耳 它是个右耳 我把它住宅在东西南北的地方让你来打 你一来打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在哪里的 然后我就把你赶尽杀绝 那是过去的一个设计阿富汗军队的一个战术的一个做法 那战术的阿富汗军队他打习惯这种做法 反正他的目的就是守 我只要撑下去守个几天 反正那个强大的后援就来了 他会帮我把这些人全部搞定 而唯有守才容易吃空缺嘛 因为守的时候就是反正多抱几个人没有差 反正量多一点 想多一点 你要去攻击的话 你部队不够你怎么去攻击的 然后这个政府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美军撤退了说我们不玩了 空中资源没有了 那我为什么还要守呢 我守到最后只会把我自己害的 因为你只要多杀对方一个敌人 对方就要报仇打赢的时候 那我就干脆弃手一开始就投降了 所以他的兵败如山倒不是没有原因 就是反正我我我手没有意义了 那就就就想吧 另外一个我为什么要跟塔利班作战呢 塔利班作战之后我会得到什么好处呢 我得到升迁吗 还是我得到什么什么呃 有什么理想支持我呢 可是塔利班那方面 他他是有他的讲法 他们有一套古兰经伊斯兰教的讲法 在在可是政府军完全没有 嗯 所以呃我想这这两个道理 其实很多人在之前就知道 只是没有想到说 因为这两个理由 政府军可以在两个礼拜不到的时间之内 就全部撤退 呃没错 撤败 那总共还落跑 那很很正常的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呃我相信美军有人知道 只是呃做决策的人可能觉得呃不至于这个样子 那那那当然就难看了嘛 现在就是实际上就这证明说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说更多的阴谋 那就真的就是阴谋 有人阴谋还多了 阴谋其实就是一个鸡脚之势嘛 呃东南中国的东南沿海呃已经被被包起来了 呃不管是韩国日本加上台湾 嗯 印度印太战略 基本上美国在东南已经已经夹住了 嗯 那西北西北美国帮帮帮忙守着阿富汗 美国想我为什么帮你守阿富汗 阿富汗应该是让俄罗斯跟中国盲刺在背的地方 而事实上也的确会让中国跟俄罗斯盲刺在背一阵子 如果他解决不了这个盲刺在背还会一直下去 哈利班政权不是一个讲道理的政权 不是用我们西方谈判的这种呃想法说我让一步你让一步 我们谈判算了就这样搞 那个是你跟我们跟你一个人跟应该一个人谈判 可那个人有一个奇怪的理想 那个理想理想是不容易谈判的理想是不能谈判的 理想是他会一直坚持下去只有你让步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除非中国可以让塔利班改变理想 否则看不出来塔利班凭什么在某些东西会跟中国 说你给我一点钱我就让步了 这个东西他就把它丢给中国跟俄罗斯 那这这等于是塔利班在这个地缘政治上面 帮助美国会造成一个夹击中国跟俄罗斯的一个姿态啊 那如果你从这个阴谋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战略的角度来讲的话 美国这样做我觉得是正确的 那当然美国人不会这样说 他不会呃美国政府智库他不会这样 因为这个也没有证据吧 这个没有证据 我只能说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是有这种效果 那中亚的学者也觉得是有这种效果 的确大家很紧张一些的 当然美军可能或是美国白宫 那有认为说反正美军是一定要撤 当然撤结果当然可能不如所预期所要的 但是我想这事情发生之后 其实一般美国民众对监视美军从阿富汗撤出来 好像感觉上没有很强烈 但是在智库在华府在白宫在这个国务院里面 是倒是学者倒是引起很大的这种批判声音 那当然拜登是重视之地 他也跳出来 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想要请教你的 他也被他也跳出来被要讲 讲很多因为记者问很清楚 到底那你如果是这样这样做的话 未来的台湾 未来以色列 未来台湾 日本韩国会怎么样 拜登也做出承诺出来 再次再次重申他的承诺 国立国安顾问苏利维也这样提 这个布林肯也这样提 你觉得这个美国真的是要会力挺以色列 真的会力保台湾吗 你刚才提到不知为何而战 那也提到了这个阴谋路的问题 也提到了这种所谓的到底跟他战 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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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 有什么目的有什么好处啊 那放到以色列放到台湾怎么看 短短期之内 大家对美国的那个信心是的确会下降蛮多 这是不能否认的 这个我的一些朋友 可能不是统派的 可能是独派的朋友 尽管嘴巴上很硬 可是实际上心里面也会觉得毛毛的 这个因为这个是一个现实吗 大家相信美国在台湾有很强大的利益 在以色列有很强大的利益 可是问题是最后最后 要下决定的时候 美国人做的实在不漂亮吗 他不是一个光荣的撤退 不是一个你以美国能力 他是绝对有能力做光荣撤退 可是他撤退 他撤退的这么仓皇难看 要不是阴谋 就是这个这个人实在太不够义气了 对吧 如果如果是你是阴谋 我没有话讲 那你另外再打打算盘 如果你是就是不讲义气 那那怎么可能跟你 大家有利益的时候就合作 没有利益的时候 大家就是鸟受散 这样多难受的一个感觉 短期之内绝对会有的 我也看了好几个媒体采访拜登的那个电视的那个片子 拜登讲法我觉得也很难让我 从他脸上的表情 我觉得真的也就是一直在 在想办法在圆而已 这就是我想问你的 因为我我也感觉跟你看法是一样的 我的想我的感觉是这样 是他只是一直在就是强辩说 我不是这样子 我不是这样 可是我看到的不是 可是大家看到的 你的确就是这个样子嘛 那这个情况之下 所以短期内他要 其实阿范这个撤退 主要给美国比较强的打击 就是过去上半年 拜登刚取得总统的上任之后 他开了这个G7 他开了这些多边主义的东西 他想要修补美国跟盟邦的关系 这好像修补的不错 然后的确那些盟邦也开始跟 跟美国站在一起 想要做什么事情 可是阿范这个事情一来了之后 那除了那些大盟邦 G7那些是大盟邦 那其他的小盟邦怎么办 小盟邦好像随时可以被丢掉的 变成是一个代理人 那个代理人不中那的时候 就把他丢掉 那感觉是关于小盟邦的 这个多边主义的修复 拜登可能还要再尽力 好好做一下吧 那他年底说要开民主峰会 那这个民主峰会看看能不能利用 说来做一下小盟邦的这些关系 这个还有待观察吧 对 那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 这个非常非常谢谢这个 斯博士那么样的精辟的分析 美国这一次阿富汗撤军 对美国整个国家的信誉 跟对整个全球的这种承诺 多少会受到别人的质疑 那包括亚洲国家 包括我们提到了台湾 包括欧盟 刚才是斯博士也提到了 不过我们未来还是这几天 可能情势有新的发展 我可能还要再麻烦你一下 到时候可能如果时间允许 我知道你现在在欧洲旅行 所以可能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我希望还能够有机会 再跟你做深入的讨论 那最后我们可不可以提一下 就是说美国从这一次 阿富汗撤军的这样一个状态 你觉得对整个全球的地人政治 以及美国现在推这个印太联盟 会不会有冲击 那这个冲击会有多大 是不是能够透过 所谓的这个民主峰会来修补 我觉得当然是可以 可以修补的民主峰会 他要修补跟那些小盟邦的关系 那阴谋论里面 里面有很重要一个讲 就是阿富汗撤出来的一些军力 这些人也不会说 马上全部都退伍 本来编好的预算 也本来就是有的预算 他会把这些资源 军事的资源移转到印太 这个防卫的这个里面 那这个还要看他怎么做 那目前看起来还看不出来 他准备怎么在印太加强 那就是要等 看他未来的半年几个月里面 他做了什么事情 才能够看出来一些端倪 好谢谢这个塔利班 这个现在整个阿富汗变迁之后 到底他能不能够让阿富汗 这个重新出现一个新的面貌 或者是陈如刚才斯博士分析了 这个塔利班是很难理解 有人说他是狡猾又迷人的一个政权 到底这个狡猾又迷人的政权 到底能够带给阿富汗 怎么样一个新的面貌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 不过我希望这个斯博士 能够再找个时间 跟我们最近再连线一下 再进一步的分析 整个阿富汗情势 对东亚 对中亚 对印太 还有这个对美国 中国跟俄罗斯 三方面之间的关系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谢谢你 斯博士 谢谢 谢谢 谢谢这个斯博士 接受我们这个 公众连线的人物专访 我们谢谢所有民进的观众 对我们的支持 以及收看我们民进火拍 的人物专访系列 谢谢斯博士 谢谢所有民进观众 我们今天专访到此告一段落 再见 拜拜 拜拜 打开民进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民进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民进火拍 苹果博客名 民进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 推特 atmingjinnews 脸书 facebook.com